直接跳上游覽車喊話選區李明 唯一支持 而對手費鴻泰儘管本人沒到 也派出團隊證明沒缺席 同輛車上隔空較近 北溪員徐巧思音参加黨內立委初選 儘管第一階段敗下正來 但很快發動下播攻勢 不只發布競選廣告秀戰力 更指控費鴻泰追蹤罷免徐巧心粉專 藍營不只松信驅報黨內互打 北溪員李彥秀也在一早宣布參選立委 初選對手游淑慧立刻提出質疑 如願獲得第一高票之後 不到四個月又再一次覺得可以挑戰立委 政治人物的承諾跟誠信 可能是他自己要跟選民交代的 每一個人的看法跟角度都不一樣 我尊重他的看法 第二階段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個協調的時間 那到時候有機會 我們一定會進一步做溝通 就怕上演港湖板心肺大戰 提到游淑慧李彥秀一臉尷尬 而在初選制度出爐後 原本有意挑戰先任立委 賴士寶的議員徐鴻廷也宣布退選 藍營初選內戰 也讓世代裂合越來越大 三立新聞李彥廷都不喜歡這條報道